人人都要米蕾火綠 竟然希望可以保存到火綠鮮鹽的食材 台北市政府三亞法典局 特別來基盤的一項 手作火綠領的活動 握用這個插火的機械 讓民眾自己擋手來做那個收視權 有很多家長就帶到小朋友 做回來體驗 米蕾火綠也可以用來 造成國中的重修品 而且插火比一般傳統的打塑火 竟然可以保存火綠鮮鹽食水 台北市政府三亞法典局 特別邀請專業的老師來喜歡上火的機械 老師說一般的火綠差不多經過五天的打塑過程 當時要用塑膠地包起來 要派遍在漏火天的時候出這個火災 因為水分太多比較難打塑 打火時以火為主才會打火 以後有個人的美感 完成各種不同的風景作品 現場的民眾都很專心在聽講 小孩竟然是等待會兒想要做看看 這項在台北來歐火綠所基盤的 手作回規勒不得外動 完成的作品 民眾都可以帶回去做紀念 福晉智技技能到下南方的回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